部落里头居住的大部分都是长辈 为了不让部落染上疫情 部落的青年也自主消毒大队 沿着部落主要道路喷洒消毒用水 希望每个星期一次的消毒工作可以持续 不过消毒用水缺乏 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是偏乡 但还是距离花莲市区只有15分钟车程的月眉部落 居住者大多是部落老人 为了不让疫情延烧到部落 部落青年自主消毒大队 在部落中的主要道路上喷洒消毒用水 就是希望能够维护部落长者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全 花冬住以污农为主 我相信家里也只要有污农 一定会有这一套机器 所以其实我们会支发性 就是因为我当然是有相关的东西 我才能做这种事情 如果没有东西 主要还是以消毒水为主 昨天让喷多久 两三个小时 在部落头目的带领之下 开着农幼小货车载着300公升消毒用水 五位部落族人自主进行全村道路的消毒工作 只是自发性的消毒工作 消毒用水的不足 他们担心无法持续进行每周一次的消毒工作 现在COVID-19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而且现在目前死亡几率比较高的年龄层 几乎都在五岁到六十岁 七十岁那里不等 然后那部落都是以这种年龄层的都居住在部落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自己部落的两个年龄阶层毛肋汁跟那个毛肋的 然后就自发性 然后做我们村庄的 进行我们村庄的自发性消毒 疫情的防疫的资讯 老人家可能都一直一定是比较落后一点 我只能讲秩序一定是比较落后一点 当然是在希望是相关单位上 比如说广播 然后包含是宣导 乡镇公所的宣导 派指定专门的来宣导 还是怎么样 当然是以这个为主是最好的 部落长者相当感谢这些青年进行部落 街道的消毒 只是在部落当中防疫的资讯相当慢 又有语言上的沟通困难 部落居民还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走进部落 多给一些长者防疫的观念以及资讯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